欢迎您继续收看明示大课堂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王岚老师呢 在我们节目的这个部分 会给大家一起上一堂 生动有趣的数学课 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 就是要把全国各地的 明师明家 请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传授我们各种学习方法 那么从中呢 我们领悟到学习的真谛 还记得我们的学习口号是什么吗 方法决定成效 非常好 好的 那我们的公开课马上就要开始了 王岚老师他的这堂课呢 需要六位同学来配合他上课 有兴趣到我们的台上来 上这堂数学课的同学 来 举手 示意我 好 来 这位 这位 这位女同学 还有这位男同学 随便挑你们的位子做吧 你们自由组合 三个人一组 在我们上课之前 还想请一位电脑高手 来为我和六位同学 服务 谁愿意来 好 你来 这位男同学第一个唱 来 孩子们 今天王老师想用阅历游戏来跟你们在分享中去体验数学的方法都有什么 它怎么样起作用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你们愿意吗 愿意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游戏 请这位电脑高手 待会拖动框 当他停下来圈住九个数的时候 我们都拿起手中的笔 看谁能最快地算出框住的这九个数的核 谁就取胜了 打开笔 我们准备 你也开始 好 预备 坐吧 最小的数是大声告诉我们 这里面最小的数是一 核是八十一 还想比第二回吗 再来 来 再给我们一回 这里面最小的数是四 核是一百零八 比电脑还电脑吧 其实不是 电脑也是人脑赋予它的智慧 王老师 这太神奇了 同学们 你们想不想知道 王老师为什么这么快呢 想 我就不告诉你们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数学家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 他们用什么样的思考方法 能够自己获得答案 你们想知道吗 数学家在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用到这两个基本的方法 观察法和归纳法 那怎么观察呢 我们回来再看一看 刚才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 孩子们 你们看看 他圈住的最后这九个数 现在你们观察 你怎么观察的 你都看出了什么 来台下的这位男同学 你来给大家说说看 我发现首尾相加 还有几个数相加一起 都得24 4加上20对24 19加上5都得24 18加上6也都得24 11加上13也能得24 那他是怎么观察的 我们想想看 他刚才是斜着观察 再斜着观察 又竖着观察 还横着观察 是这样吗 他通过这样的观察 找到了相对的 两个数之间存在的 共同的规律 这是一种观察方法 非常好 正因为这样有序的观察 才能发现问题的要害 好 我们发现观察的方法 是可以从中间观察 也可以从对角 横向和竖向观察 那同样还是这组数据 还有不同的观察方法吗 这位男同学 来请上来 如果把12是为x 那么13就是x加1 11就是x减1 18就是x加6 6就是x减6 20就是x加8 4就是x减8 斜着这两个是 相对 这是x加8 这是减8 大家觉得他说的对吗 对 前面有一个同学说 数学真讨厌 就是数字啊 字母啊 挺枯燥的 你看他刚才用没用到字母 他用到字母 是不是可能会推进 帮他解决问题 那待会儿我们再看答案 大家认同你的观点 你非常聪明 谢谢你 好 那再接下来 我们就这位同学的观察 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观察点 是什么呢 事物还可以有不同的参照点 除了以中间做参照 我们还可以以其中九个数的任何一个数做参照 那我们假设就以这个数为参照 大家看一次 横着三个数之间有什么规律呢 我们再进一步观察 每后一个数和前一个数去比较 台上你来说 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 最后的数总比前面的数要大 大 好 这是一个趋势 再精确一点 大多少 有没有规律 从后面往前面都是逐渐大 那个就是都是大一 好 当所有都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称之为规律 通过刚才横向观察 我们可以概括出来 横着看 每后一个数都比前一个数多一 你们再请你们的伙伴 台上也可以 台下也可以 还观察出什么了 大声 好 非常好 我是斜着观察的 好 四到十二 他们相差八 十二到二十也相差八 他们是一组等差数列 好的 他通过这样观察 发现了 从右下斜 每后一个数都比前一个数多八 老师也帮你记下来 好 那回过我们刚才的话题 刚才我们同学体验了观察的方法 发现数学 无外乎是研究形和数的一门科学 它是用形状和数量关系来反映现实世界规律的 那因此我们观察就要从形上横向纵向斜向去看 数上我们就要比较两个数量之间的变化规律 只有这样我们就会观察 我们就能抓住数学的本质 我们从而发现规律 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快速的通道 那到这为止 我非常祝贺同学们 正像我开始心中想的那样 每个同学的大脑里都蕴藏着无穷的智慧 就是我们做老师怎么样把这样的智慧给他阐释出来 刚才通过我们大家的分享 找到了观察的方法和规律 好 接下来同学们一定会问 开始老师说 数学家用观察法还用归纳法 就能够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 那怎么归纳呢 刚才那个同学已经用到了归纳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具体看一看 我们来跟他分享 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最小的这个数的点设为A 我们可以把后面的数依次设为加1加2 它下面的数设成A加7加8加9 再顺次根据我们观察的规律 就是加141516 到中学我们学了用字母表示数和代数方程 把这9个算式进行整合 就会发现最后的结果是9个